新界南總區執法部門 在6月17日至7月3日展開代號 《淺案的大型行動》 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撤謀詐騙 及洗黑錢等罪拘捕年齡介乎18至79歲 共301名男女檢獲包括電腦、手機、偽造印章 偽造文件等法案用具 同時成功偵破220宗不同類型騙案 涉款超過3億7千萬港元 目前已凍結超過300萬港元的騙款 被捕人士分別報稱為運輸工人、地盤工人、售貨員 適應及無業人士等 當中部分是集團骨幹成員 另有不少人是化女戶口持有人 總體騙案是大概4等之一 另外警方亦舉例另一宗騙案 市民在網上購物時 騙圖會假扮賣家 在社交平台或買賣平台 協民出售貨物 市民想購買貨物時 就會傳入貨款 去騙圖所操控的塊類銀行戶口 警方從資金流向分析看到 此外警方呼籲 市民切物借出戶口或出售個人資料 以開設新戶口等 成為塊類戶口持有人 拘捕了個別的詐騙集團的骨幹成員之外 亦都拘捕了不少人士 是將自己的銀行戶口 售賣了給這個詐騙的權貨 用作收取騙款之用 這些塊類銀行戶口的持有人 他們貪圖一千幾百的金錢利益 不惜將自己的所有個人資料 又或者是自己所開納的銀行戶口的使用權 和操控權適宜賣給這些詐騙集團 協助犯罪分子的收取騙款 以及清洗各種刑案的犯罪得益 警方要向塊類銀行戶口的持有人 作出嚴正的警告 千萬不要認為在售賣銀行戶口之後 可以用不知道戶口運作這個原因 而自身之道歸 這種違法行為不單止助長了詐騙集團的非法活動 亦都令到無辜的市民就見 而更加嚴重的是破壞了香港社會的發言 我們警方會繼續加強執法力度 持續打擊這類型的違法行為 警方會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 有組織及原眾罪行條例 以清洗黑件的罪名 檢控快類銀行戶口的持有人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罪行 一經定罪 最高是我判處分本港幣500額 以及監禁14年